連接車雨中行駛呼啸而過 駕駛打方向燈切到右側 滿地漸騎大片水花 下一秒撞上外側護欄 像折桿這一樣 車頭掉落邊坡 車身往左側翻 駕駛是四十六歲 成姓男子 行進國道三號院裡路段 自撞護欄 背部錯傷送醫 另一起車禍發生在國道四號 西向五點二公里神岡路段 三輛大型連接車 與一輛小貨車撞成一團 根據警方調查 四十七歲連接車駕駛 往外側車道閃避時 撞擊行駛在外側的小貨車 後方另外兩輛連接車 閃避不及又發生追撞 四車連撞使得國道一度封閉 嚴重回堵 一家人要去遊玩 開車去機場途中碰上車禍 無奈塞在高速公路動彈 不得行程被迫打亂 三連新聞陳平好 陳怡姐 台中報導